毕竟斩棘的哥哥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今年最火的一档综艺节目了 经过一整季的比拼最后有17位哥哥成功成团 虽说有些哥哥没成团让人有些意难平 但再怎么说也是33进时期 整体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现在又到了每周定期播出的时间了 我非常自然的打开了芒果平台 结果却发现原来节目上周已经收官了 相信很多观众像我一样 还是想要打开电脑继续追节目 每周都要追披荆斩棘的哥哥 这基本上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 在这档节目中 哥哥们给观众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真的是深入人心的 有时候我就在想 这档节目要是做成主播综艺多好呀 每周来几个哥哥玩玩闹闹 然后再给观众带来一个唱跳的表演 说实话 这样的综艺节目绝对是有失常的 当然这只是观众的空想 实现起来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节目组不愿意那么做 不过喜欢看这类节目的观众 也没必要太过着急 因为现在 皮鲸斩棘的哥哥第二季 和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都在策划当中 大家还记得 两集浪姐中间的间隔有多短吗 从浪姐的操作思路来看 皮哥第二季应该很快就会到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猜测应该明年一月份就能来 皮哥完了就是浪姐 两档综艺之间的间隔并不会太大 现在这一季的皮哥刚收官没多长时间 这周虽然没有正片可看 但节目组也是放出了一个收官 简单来说 那就是节目组为了榨干这档综艺的剩余价值 放了一个番外篇 当然 对于追节目追到上头的观众来说 就是这简短的番外篇都是不容错过的 作为头号粉丝 我也是在第一时间追了这一期节目 于是做出了以下总结 皮哥翻外篇聊真心话 六位哥哥的性格被治愈 他们真没白来 第一 李承轩 这些年来 只要大家提到李承轩这个人 脑子里都会浮现出两个标签 一个是七威的老公 另一个便是Lucky的爸爸 李承轩出道很多年了 但观众对他的认知好像只有奶爸 其实李承轩是歌手 而且还是演员 他演过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 只不过运气不好 每一部作品都不火 不过这次李承轩算是接到了一个好资源 相比于演戏来说 唱歌跳舞对李承轩来说 显然是更加简单的 尤其是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李承轩这样的长相 加上他的唱跳实力 是注定会火的 李承轩的金边眼睛一戴 格子西服一穿 再加上他那个裤帅拽的表情 这简直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个斯文败类 当李承轩和七威合唱天上飞的时候 那个低音炮嗓音再次上线 试问这样的李承轩 怎能不让人心动呢 李承轩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从一公党收官都是队长 要说他的运气是真的不错 基本上可以说是从头赢到尾的 为什么说是运气好呢 因为前两次公演 要不是队里有火星艺人的话 还真没那么容易赢 当然李承轩个人的实力 还是相当强的 这一点绝对不能否认 除了业务能力之外 李承轩最让人惊叹的 还是他的管理能力 不管是一开始的四人部落 还是后面13个人的大阵营 他都管理的井井有条 相信很多观众要问了 李承轩在这档节目中是完美的吗 当然不是 李承轩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自信的 而且有一些焦虑 不过因为有了队长张琪和李祝贤的认可 李承轩开始有了动力 慢慢自信了起来 从一整季的节目中 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李承轩真的是越来越自信了 说实话 李承轩真的没白来参加这档节目 除了成团和泛红之外 李承轩不自信的性格 更是在节目中得到了治愈 相信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 这份自信能让李承轩走得更远 第二刘家 在没参加这档节目之前 观众对刘家的认知只是一个舞者 说实话 刘家跳舞真的是让人赏心悦目的 不过在观众的眼里 刘家跳舞永远都是那一种风格 在这个需要披荆斩棘的舞台上 刘家既然来了 那就是要突破的 从一整季的表现来看 刘家做到了 他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大的 唱歌部分就不用多说了 只要开口就绝对是突破 对于刘家来说 在跳舞上的突破其实是更大的 在这次的聊天中 刘家说了 他之前是非常内向 不爱说话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他突破了 找到了自己外放的那一面 刘家是怎么改变的呢 这一点还要多亏李承轩这个队长 感谢不超级的马利奥这首歌曲 刘家在这首歌曲中的 唱歌和跳舞都是有很大突破的 因为这完全不是他的舒适区 为了能在这个表演中做到完美 刘家在训练的时候 和哥哥们学习交流了很多 比如他和黄冠中学弹吉他 和张奇学摇滚的技巧等等 这些过程让刘家变得不再内向 他得到了治愈 成功和哥哥们达成了一片 如果大家要是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刘家自从不超级的马里奥之后 变化是非常大的 刘家外放的一面完全爆发 整个人变得相当自信 我相信刘家性格的改变 会让他的事业和生活变得更加顺利的 第三 林志炫 林志炫在出舞台之后的 观众个人喜爱度排名是第一 毕竟在很多观众的眼里 林志炫在唱歌方面就是完美的 就是艺术家 在节目一开始 林志炫因为和理想的分次矛盾 而被网友各种吐槽 一整季的节目结束之后 林志炫的口碑有所回升 但再也回不到 个人喜爱度第一的名次了 不过观众总算明白了 林志炫的为人 原来他真的只是单纯想要追求完美的艺术而已 不允许表演中有一丁点的瑕疵 为了达到目的 林志炫直接切掉一切可能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性 当然 经过这次的分次矛盾之后 林志炫的固执的性格也是被治愈了 林志炫开始不再去过度追求完美 也不再怕会自爆其断 在最后的两次公演中 林志炫还主动尝试了说唱和跳舞 说实话 如果现在要是回到一公重新分词 我相信林志炫肯定会让理想去唱歌的 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 林志炫以后参加真人秀 绝对不会再这么固执了 林志炫这次真美白来 不仅最终成团了 还让自己的性格做出了改变 只要参加真人秀 这种固执是绝对会被观众误解的 当然 并不是每次的误解都能解释清楚 但这次是真的让观众彻底了解了 第四 热狗 热狗在这档节目中的收获是相当大的 在这档节目之前 很多人提到说唱歌手就是非常拽的那种 相信大家还记得 热狗刚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在第一期节目排练的过程中 热狗对节目组的态度相当强硬 实话实说 当时我看了之后 对热狗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尤其是热狗和刘聪说 自己坚决不唱坚决不跳的时候 真的是败光了观众员 不过随着节目的播出 热狗彻底改变了 唱歌跳舞各种尝试 只要哥哥们需要 他就会去做 恕我直言 我看了一整期的节目之后 对热狗的态度真的是从反感到圈粉 热狗刚来的时候非常强势 性格也是非常张扬的 这样的性格不讨喜 而且很容易让观众误认为是耍大牌 热狗真的应该感谢赵文卓 要不然肯定要被观众拿惨了 因为遇到了赵文卓 热狗变成了小狗 而且还是非常温柔的忠犬 在后期的节目中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热狗已经没有那种霸道了 赵文卓彻底治愈了热狗 让他学会的以和为贵 不管热狗以后参加什么样的综艺节目 我相信他肯定都会非常温和的 热狗的改变 肯定会对自己的事业有很大帮助的 你们觉得呢 第五 盖 盖和热狗都是说唱歌手 而且他的性格比热狗还要张扬 相信大家到现在都忘不了 盖带着布瑞吉去找陈小春讨公道的画面 本来盖的口碑之前是相当好的 而且人气也非常高 在出舞台结束后 盖的观众个人喜爱度排名是第三 可以说相当高 然而因为他找陈小春说了这件事之后 他的口碑和人气开始下滑 很多网友当时真的是各种喊话 盖赶紧推出 简直就是骂声一片呀 随着节目的播出 盖的口碑倒是有所回声 但是想要回到一开始的状态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甚至成团之后 还有网友在喊盖退出 那么现在的盖改变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而且变化相当大 在这次的聊天过程中 盖也是说出了自己在这档节目中的成长 盖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没来这里之前 我真还觉得自己是在我的圈子里有一些沉淀 或者说我觉得自己还比较懂事比较成熟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 你要做一个让别人舒服的人 这件事太难了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表现 我以前很固执 就是很极端的就认为 我做的一切就是对的 因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以前会这么想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从盖的这番话中可以听得出来 他是真的成长了 在刚来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带着布瑞吉去找陈小春是正确的 现在他也知道这种做法是极端的 是让被人不舒服的 正如盖自己说的那样 他现在变得成熟了 张静和张志玲也说了 盖刚来的时候看似外放 看似对人很友善 实际上却是有界限的 盖真的是被哥哥们治愈了 学会了怎么去做一个成熟的男人 正如张志玲所说 现在的盖变得很诚恳 他是真的愿意跟你交心 如果要是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我相信盖肯定不会再带着布瑞吉去找陈小春了 人总是要精力了才会成长 盖这次的经历虽然让他口碑下滑了不少 但他真的没白来 对盖来说成团不是最重要的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是最大的收获 有了这次的哥哥之旅之后 盖在生活和工作中肯定都会变得非常成熟 盖真的应该感谢这些哥哥们 要不然他估计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第六 严承旭 严承旭最后成团也是备受质疑的 因为他唱歌和跳舞都不行 很多观众觉得严承旭就是在吃劳本而已 其实我想说严承旭的改变是相当大的 在业务能力方面 严承旭非常认真努力 他在节目中不仅尝试了唱歌跳舞 而且还尝试了rap 可以说突破很大 除了业务之外 严承旭在性格上的变化也是相当大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严承旭非常内向 不自信 不和别人交流 而且还爱哭 但是现在他却得到了治愈 整个人变得开朗了很多 也更愿意去表达了 严承旭说自己刚来的时候 渴望被人接近自己 自己也渴望接近别人 但心里又和大家划了界限 简单来说 严承旭这就是典型的社恐 不过严承旭现在变了 他说自己更愿意和哥哥们交流了 这样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 正如张静所说 严承旭现在变得更真实了 严承旭在这档节目中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而且是肉眼可见的 严承旭这么多年的性格缺陷 真的是被哥哥们治愈了 我相信严承旭的性格改变之后 事业发展肯定会越来越顺利的 随着性格的改变 他也会变得更有魅力 很多观众因为严承旭一开始的表现而脱粉了 相信看到他现在的变化 大家又再次被圈粉了吧 在这档节目的所有哥哥当中 这六位哥哥不仅成团了 而且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